全油管最快新闻 刘洁一首次以政协新发言人亮相 介绍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议程和重点安排 刘洁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经济复苏形势良好 消费潜力大 民营企业发展可期 政协将继续加大就业政策力度 稳固就业项好态势 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刘洁一的履历显示他长期在外交领域工作 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政治智慧 作为政协新闻发言人 刘洁一将成为政协会议的重要代表 和媒体沟通的纽带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施